深夜时分,门口的灯是否偶尔亮起? 妈妈不要害怕,是我回来看你了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由韩国事业号沉默事件改编的电影《生日》。 一架即将抵达人川的飞机上,正义一脸忧伤地望着窗外。 她终于回到了五年未回的家乡,她却毫无半点兴奋的感觉。 坐着低视经过大街小巷,好像一切都没变,但又好像一切都变了。 黑夜降临终于到达目的地,她敲着门叫着妻子顺男的名字,晃动着手中为女儿义书买的玩具。 可屋内的顺男和义书一直站在原地,没有给正义开门的打算,正义只能拖着行李离开给妹妹打去电话。 你给我的地址真的没错吗? 无奈之下,她只能到妹妹家赞住一晚,看到妹妹家的孩子,她不禁感慨,都长这么大了。 妹妹吐槽,一输个子也很高了,听到这些,她惭愧地低下了头。 她这个做父亲的,还真是不称职。 次日,正义从妹妹口中得知,这几年她了无音讯,顺男一个人要养两个孩子,只能贷款租房子。 三年前才搬到这里,唯一的存款都花在律师费上。 正义听后,心里很不是滋味,她知道即便是现在回来,这个家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。 在她离开家的周五年里,儿子秀浩一直承担着照顾妹妹和妈妈的责任。 因为父亲常年在越南工作,所以她时刻记得自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。 不仅帮母亲分担家务,还在课余时间做兼职,减轻母亲的负担。 原本幸福的家庭因为一次事故,彻底陷入悲痛之中。 2014年4月16日的那一天,秀浩与班里的同学为庆祝初中毕业,一起去冀州岛旅行。 本来是件值得开心的事情,却不想厄运突然降临。 承载着他们的誓约号发生意外,296人丧命大海,秀浩就是其中一个。 那时的正义正面临着一场牢狱之灾,连儿子的葬礼都没赶上。 儿子的离世,丈夫的冷漠,让世男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。 他无法从儿子去世的绝望中走出来,而作为丈夫,正义对此毫不知情。 为了让他与义书见上一面,妹妹带他来接义书放学,正义怕自己的突然出现,吓到义书。 还没等他躲起来,义书就已经走了过来。 看着眼前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的父亲,义书没有表现得很热情,但好在并不抵触。 为了哄义书开心,正义带他去买玩具。 懂事的义书没有挑叫贵的玩具,只选了一张贴纸。 送义书回家的时候,警惕的义书在暗门上的密码时, 还用手挡住,而这一动作让他这个做父亲的心理很不是滋味。 他借口有事,对义书说下次来看他,转身离开。 纠结犹豫了许久,他终于鼓起勇气,来到顺男工作的超市门口。 顺男看到他后连忙扭过头,似乎很不愿意看到这个男人。 正义给顺男打去电话,想让他出来,两人见一面,好好谈谈。 是男以工作忙,走不开为由拒绝,让他先回去,随后会联系他。 正义叹口气,无奈地离开。 妻子不愿意见自己,他只能将精力放在女儿身上。 他主动去接义书放学,送上上次没来得及给他的小熊,还带他去吃甜点。 董事的义书询问父亲,可不可以留一半,他想要给哥哥带回去。 正义的心再一次被刺痛,他整理好情绪,让服务员再做一份,告诉义书放心吃。 义书这才露出笑容,对他也不再防备,至少树门上的密码时没有再用手挡着。 正义忐忑地走进家门,环顾一周,屋内所有的陈设都象征着这是一个三口之家,而他只是一个外人。 他走进一个房间,不难看出,这是儿子生前的房间。 球衣还挂在柜子上,书桌上的东西还保持凌乱的状态。 如果不说,美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已经离世多年人的房间。 正义不敢再看下去,连忙将门关上,发现厕所的灯坏了,便修了起来。 义书说门口的灯也不太亮,正义准备去修,下班的顺男回来了。 看到家里的正义没有太大的反应,邻居给他送东西,将义书叫出去。 给两人单独相处的空间。 顺男平静地走进卧室,拿出一个文件。 正义打开一看,竟是一份离婚协议书。 他沉默许久,强装镇定地告诉顺男,我们改天再聊,便转身离开。 自始至终,顺男没开口说过一句话。 次日,妓女儿放学,走到楼下,邻居带着一个男人跟他打招呼。 了解过后才知道,男人是李永俊代表,一直在帮助遇难者家属。 而这次的目的就是想要帮助他们为秀浩办一个生日会。 去年已经为秀浩的很多同学办过了,只有秀浩没有。 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了,只是每一次都被秀浩妈妈拒绝。 听说秀浩爸爸回来了,才想着再来问问看他是否同意。 可正义不知道应该答应还是应该拒绝。 李代表没有勉强他回答,询问起秀浩的生长历程。 正义半天说不出一句话,因为从小到大,他都因为工作原因没有时间陪伴孩子。 对儿子的成长过程更是丝毫没有印象。 他再一次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后悔之中。 作为父亲,他应该是最失败的一个。 艺书学校举办校外活动,要求父母陪同。 顺难工作萌,艺书只能让正义陪他去。 可艺书不知道,这次的活动在海边,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去检贝壳。 只有他站在远处,迟迟不肯下水。 正义想要抱他过去,他突然大叫着挣扎。 正义不知道艺书这些反常都是因为哥哥,秀浩就是在海里去世的。 懂事的艺书不让父亲将今天发生的事告诉母亲,因为母亲知道了会很伤心。 正义答应了他,快到楼下时遇到了下来倒垃圾的顺难。 正义上前接过垃圾,却不知将垃圾倒在哪里,顺难无奈只能带他去。 打完垃圾,正义提起给秀浩办生日会的事情。 没想到顺难瞬间变了脸色,他不觉得那是值得庆祝的日子。 如果你想去,那就一个人去好了,反正我是不会参加的。 晚上,顺难无心入眠,他打开手机看着儿子的视频,笑着笑着便泪流满面。 其实秀浩在遇到危险的那一刻给他发过短信,也打过电话,但当时他在忙,等到回短信时,秀浩已经发生意外,发过去的信息再也没人回应。 因为这件事他一直很自责,不愿承认秀浩不在的事实,总是幻想着秀浩时时刻刻都在自己的身边。 每到晚上,门口的声控灯亮了又灭,他都会以为是秀浩回来了。 尽管生活拮据,却不忘在变天时给秀浩买新衣服。 每天做的饭菜都是秀浩喜欢吃的,经常忽略女儿的感受。 一叔不喜欢吃那些菜,顺难却因此大发雷霆。 你哥哥连饭都不能吃,你还在这里闲东闲西。 还会将女儿丢在门外,任凭他在外面哭闹,有时候他也很恨这样的自己,可他就是控制不住。 正一请求顺难带他去看看儿子,顺难答应了。 因为不管他多恨正一,正一始终是秀浩的爸爸,有权利去看他。 正一颤抖着双腿走上前,五年后他再次见到儿子,竟是以这样的方式。 很多遇难孩子的父母也来看孩子,玩事后还一起吃饭聊天,看到两人后还热情地邀请他们一起参加。 面对孩子的离世,所有父母心情都很沉重, 但大多数父母已经从痛苦中走出,他们拿着孩子们的照片开玩笑,这样顺难有些受不了。 你们这些人是来郊游的吗? 他要回儿子的照片,气愤地离开了,留下了没来得及上车的正一。 正一问妹妹有没有发现顺难变了。 妹妹却不这样认为,儿子去世若还能装作若无其事,那才是真的有问题。 他觉得正一才变了,去见了儿子却只字不提儿子的事,这些话让正一陷入沉思。 儿子的去世让正一更加在乎女儿,他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陪伴着女儿,不想回想起来再有后悔的一天。 顺难下班很晚,他就陪女儿做饭,吃完饭还陪女儿玩游戏哄女儿睡觉。 女儿睡着后,他再次鼓起勇气来到秀浩房间,去拿秀浩拿过的书做他坐过的板凳,感受着他的气息。 还在抽屉里看到一本护照,上面还没盖过一个帐。 顺难告诉他,秀浩生前一直想去越南看他,只是还没去就发生了那场意外。 正一咬着牙,没让眼泪掉下来,他跟顺难道歉,却惹怒了顺难。 你没有资格坐在这里,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,你在哪里,现在才出现,这是父亲该做的事吗? 正一顿时哑口无言,他想要为这个家做些什么,为此开始找工作。 面试官对他的工作经验很是满意,可当三年的坐牢经历曝光,所有人都变了脸。 即使他为自己辩解,这三年只是误判,还是被拒绝了。 奔波数日找工作的事情依旧没什么起色。 那天路过出经办事处,他想起秀浩生前的心愿,要去一趟越南,于是便请求工作人员在秀浩的护照上盖一个入境章。 工作人员拒绝了他,告诉他要去出国审查那里才能盖,他却一直不松口。 工作人员想将他轰出去,他哭着恳求,这是我儿子的护照,他已经去世了,你就帮帮我吧。 工作人员可怜他是为失去儿子的父亲,才勉强将章盖了上去。 看到出现在门口的正一,顺男没有像往常一样反应过激,而是请他进去。 看着桌子上绣号的毕业照,两人第一次心平气和他聊了起来。 顺男指着一个孩子,说他叫宝人,也是遇难者之一。 他妈妈现在得了癌症,今天收下了政府的赔偿金,还受到了其他孩子父母的谩骂。 正一问顺男是否同意收下保证金,却又一次将顺男惹怒,他质问正一这次回来的目的,是不是想拿走一半的赔偿金。 正一很伤心,他没想到顺男会账想自己。 正一没有经济来源,又不能一直住在妹妹家,于是在河堤的公园里搭了一个帐篷,暂时住在那里。 因为去越南之前,他们一家人经常来这里,这里有他们美好的回忆。 次日顺男下班回家,看到邻居和李代表擅自拿走秀号的东西。 李代表解释,只是想在生日会上借这些东西,顺男却不听他们解释,直接将他们轰出去。 那天晚上,他又一次梦见秀号回来了,醒来后秀号再次消失不见。 他走进秀号的房间,对着空气跟秀号说话。 妈妈给你买了新衣服,你要尝回来看看,不用担心我们,我很好,一输也很好。 说着说着,便哭了起来。 那哭声死心裂肺,刚走到楼下的正一,听到哭声冲进屋里,可不管他如何安慰,顺男都没有反应。 邻居冲了进来,将顺男抱进怀里,让正一将厨房的药拿来。 正一这才知道,妻子精神出现了问题。 愧疚之心溢于言表,为了照顾顺男,正一留了下来。 渐渐地顺男重新接纳了他,正一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 顺男的病想要跟除,就要从秀号的去世中走出来。 这次的生日会是个很好的机会。 他说出自己的想法,这些年作为父亲没有为秀号付出过什么。 那天李代表问他秀号的事,他的大脑一片空白, 说不出一句话,连小时候的事情都想不出来。 这个生日会是他能为秀号做的唯一的事情了,那天秀号一定会来。 正一的最后一句话成功将顺男说服,他也相信秀号一定会来。 生日会如期举行,来了很多人,有秀号生前的朋友,有他幸存的同学, 还有很多同样失去孩子的父母。 顺男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像他一样想着秀号,怀念着秀号。 这可能是他作为母亲最值得欣慰的事情。 大屏幕上播放着秀号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。 他从小开老活泼,对一切事物有着很大的好奇心。 他曾经梦想过当警察,也曾想过要当消防员, 还幻想过当摩托车手。 虽然在偷偷练车时被妈妈大骂一顿, 他和好友父母的照片一张张放出来,那是属于他们。 最珍贵的回忆。 看到自己与儿子的合照时,正义早已泪流满面。 墙上贴满了朋友们写给秀号的信。 一个叫再闲的男孩说,他很喜欢和秀号待在一起, 因为那样很舒服,秀号总会考虑别人的感受。 带他走在大街上吹风淋雨,他的心情总会因此舒畅很多。 一个叫雨餐的男孩,一直很崇拜秀号, 总是跟在秀号后面跑,秀号买什么衣服,他就买什么衣服。 他的妈妈还吐槽道,连袜子都要和秀号穿一样的。 秀号好友袁熙的父母姗姗来迟,还带了一大瓶牛奶。 李代表问他们带牛奶的原因,袁熙妈妈吐槽, 秀号每次去他家都会将他家的牛奶喝光,害得袁熙喝不上。 大家都被袁熙妈妈的话逗笑, 上一秒还在痛哭的顺男,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那个叫成俊的男孩,正一见过很多次,但从来没有说过话。 他在信上写道,我们相识七年,知道彼此的一切。 你走后,我依然听着我们常听的音乐,干着你之前干过的兼职。 我不想和你道别,是不想承认你已经离开。 他向顺男道歉,因为在大街上看到顺男会故意躲开。 他很惭愧,觉得要替秀号做些什么,却没有那个能力。 有位同样失去孩子的母亲发言,他觉得儿子和秀号在一起很放心, 因为秀号是个可靠的人,在那样危机的情况下,还将救生圈给了别人。 听到这里,一个女孩哭得很大声,因为她就是被秀号救下的人。 她被秀号救下后一直拼命打工,准备去秀号一直想去的越南看一看,完成她想完成的心愿。 听到这么多人的肺腑之言,顺男才知道,这个生日会参加的多值。 她从别人那里了解到很多秀号的另一面,也终于鼓起勇气,将埋在内心深处的话说了出来。 那天秀号给她打过电话,她没有接到,所以一直自责,现在将这些话说出来,心里舒服多了。 李代表将了解到的秀号的一切传达给一位诗人。 诗人以秀号的口吻帮她写下一首诗。 我很迷茫,不知道没有妈妈的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,于是决定寻找。 深夜十分,没有动静的时候,门口的灯是否偶尔亮起,妈妈不要害怕,是我回来看你了。 听到这一句顺男再也忍不住大声痛哭,只有他自己知道,门口的灯已经在无声的黑夜亮起了多少次,原来儿子真的回来过。 顺男终于接受了儿子离开的事实,将儿子所有的东西都收了起来,他想通了很多,他还有丈夫,还有女儿,不能一直活在悲伤之中,毕竟那也是秀号不愿看到的。 看完电影的你可能依旧处于悲伤之中,我们不敢想象现实远比电影更加悲惨。 在那场事件中,296人失去生命,而真正的受害者远比296人要多得多,因为活着的人比死者更加痛苦。 也许很多人会谴责电影中的母亲,将失去儿子的痛苦抢架到女儿身上,丝毫不顾女儿的感受让一家人跟着痛苦。 可当一个母亲失去孩子,没有人懂得她的心痛,因为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手。 可适者已适,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,他们没有离开,只是去了看不到的世界继续快乐地生活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,接下来还有更多好看的电影等着你们。